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3日 这是今天第七场 读报点评节目 也可能是最后一场了 五六七对 在外面说是五 这篇文章刊登在万维网上 是月山撰写的 他讲什么呢 讲习近平的健康问题 你从这个习近平外访 就是离开北京 前往这个南非 你想他在飞机上 肯定是睡觉了 休息的是非常 时间比较长 但是你看 南非会议上的表现 他这个人特别重视 荣誉 虚假的名声 虚敏的名声 他很在乎这东西 死要灭活受罪 人家给他受训 因为他没有文化 受训的时候 你看他表情动作 基本上游离在现实之外 甚至你要给神 联想到就是萨达姆最后的时刻 根本不想给你受训 就仿佛有别的灾难降临的感觉 什么原因 身体也不行 真的 后来你看到了乌鲁木齐以后 缓过来 一个是什么京城里边的事 处理的基本上震住 没有闹出太大的事 另外就是可能用休息休息 或者是他的御医来了 医生 随身医生来了 用了药或者什么样 反正是恢复 基本恢复正常了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 习近平的健康状态被思维机密 岳山这里边讲到了 但是人到老年 未免会砸病重生 确实 你像我现在都感受到 很多疾病找上神来的 包括腰腿疼疼 这个一条腿 还有了神经疼疼 现在好了治好了 医生治好了 都要服好了 说他一直有患病的传染 就外界都传他有病 有寓意之称 所以中央保健委员会 副主任叫曾一新 他披露了 近日从中央 中共内健委当组成员 身为党组副书记 如果他真是这个角色的话 那习近平一句话 对不对 想要什么级别 给你什么级别 这是他去年5月 官生正部之后 在党 党职上的进程 居然是正部级了 就是把领导伺候好了 是吧 但是他这一生别想 像李治隋这样 别想出来了 习近平绝对下手环 如果他在内 习近平肯定接受教训 绝对不能让他离开中国 是吧 特别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对 言论是自由的 可能就会披露内情了 对吧 习近平的统治家 他就把这一切当成秘密 烂在肚子里 他说很可能是因为身体方面 保习有功 一定医生帮助习近平 言言一受 说曾一新是谁呢 是临床医学博士 中科院院士 二零一年八月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院长 中医院科学医院副院长 一五年十月任北京医院院长 一七年任卫健委副主任 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一八年任保健委副主任 党统成员 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二二年是正不及了 这次是个党的直路 因为中央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就是有权就一切 你别说是习近平这么高级别 你就到那小县城 我黑农江小县城我去了好多 包括吉林省的小县城 那小县城啊 那个县委书记 那个县长那都扭得很啊 有时候苍蝇蹬着一腿啊 那都小病大痒 有的时候你去采访啊 你阅长啊 他说他表示对你的重视吧 就说非常重视你的采访 来访啊 因为咱们本身不重要 就是报纸 毁竟是香港的报纸啊 以前的香港还是一国两制的 这就把这个香港文汇报 大明报都看得非常高 所以那些领导干部见你就高 今天本来咱们这个书记啊 生病了 市长生病 就县级市呗 生病了 但听说你来了啊 就是带病 谢谢和你见面 而且还请你吃饭 就表明的重视 那在哪里见面 有的时候真病 结果到那个就是医院去了 每个地方都有高干医院 即使小县城啊 他也是医疗资源都上他倾斜 你到那个场合去看吧 我记得黑龙江省 我不讲一讲了 那个人还是不错的 某某啊 市就是一个市长见他 书记 他就是 见他的同时 见了一大批人 这么一大批人 那些全是来 就是围着他 给他治病的 就那个 即使小县城 也有十几个医院啊 那医疗条件好啊 那里面的专家都来了 都在那围着他 他就给你介绍了 也是穷显辈 显辈显辈 他就是人脉 哎 今天正好记者来了 顺便给你介绍介绍 这个里面 咱们这些都是医疗专家 啊 这叫双双那样 北京啊 以前在北京哪个 就是医学院哪里 介绍他的里面 再问 美国哪个大学 给你催他一通 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巴结他 是吧 其他没什么大病 就感冒了 然后那些人都为了 专家就开始会诊 你想想他就是这样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啊 这个都是马提琴 然后那医院的院长啊 书记说 哎呀 咱请都请不到 记者今天正好再有个机会认识 你看等一会儿见完书记以后 你到咱医院去看 我带你去看 后来咱们就跟他去看个医院啊 那医院的条件挺好 什么CT啊 什么X光 X光不算什么了 在那个年代 什么新店头 要什么有什么 啊 顺着他马上问 你想检查吗 检查马上就给你检查 一头五就能把你这身上 所有的器官 检查的病人 就绝对仔细给你 挨个报告出来 是吧 当然我们也检查过 因为我那时候 在大连那时候 条件都很好 还用不着他 不是讲什么 权力高度集中 就何况你想象习近平身边 将围着多少就开马屁的专家 所以为什么老百姓有兵 没人管呢 这些资源都向这些利益集团清洗 为什么这么多的官 微信的吹捧习近平 都想这个想共产党执政到永远 是吧 维护这个政权 那就是利益集团 都形成这个集团了 越到小的城市去看 这个特权思想越厉害了 那有那书记市长 就躺在那个床上听取汇报 底下占一大牌了 哼哼哼 是吧 因为权力在手里 他决定这些人命运的马屁精 那些美女医生 美女夫妻 都一路小跑了 恨不多 晚上就巴上去 是不是 那我见那嘴脸太多太多 你想我在 在体制内做记者20年 你就想想吧 什么场面都见过 什么脸色都看过 是吧 所以我就 反思这个体制 我觉得他可能就在这里 所以一点不奇怪 就介绍这个增益集团 看来他是有新闻来源的 因为这个人我不了解 根据原文上介绍 说中央保健委员会 是个社会名堂 负责中共中央高管医疗保健 主任就是什么菜鸟 你想菜鸟 你本身肯定打电话 给这些各位院长 你再派个人来 徐书记现在身体不太好 这些人 立刻就 哪怕再动手术 也把厨道一轮就跑了 这都来了 是吧 那什么 为了保住管队 何况北京 可以说 全国这么多的医院 这么多省市自治区 什么专家都有 都像他家倾斜了 是吧 像他妈倾斜 他妈仓灯里推丢人治疗 是吧 需要什么有什么 要眼角磨有眼角磨 要什么有什么 那都可以想象 至于这些是什么 咱不能编故事 我这么想象 他应该是特的确实 非常厉害 这篇文章就讲什么呢 讲到这个 就是这个 争议新的问题 他的故事 说是他为了防御医的目的 要随习近平出行 防疫还是防东上 按啥 他是讲这个事 他说呢 这个习近平身边 就有这个专业背景的 唯一的名副主任医师 就是副主任呢 就是这个尊与县 他给了他一个保健委员会的副主任 那主任就是蔡奇 他就等于一把手 集体负责习近平的身体健康 说是习近平主要的服务的寓衣 说习近平每次出访 会带上真心不清楚 说是不是带上 但去年期议期间 当时陪同习防港的有真心 去访问香港的带来 到南非去带回来 咱不太清楚 说习出行 也带上中南海的寓衣 除了保健需要 疫情防护需要 也可能为了防止毒杀 就不愿意给他下药 搞不好喝了水 是不是真心都先喝一点 吃了饭 曾益欣先品尝也好 这个活儿挺好 这个工作天天好乐 他先吃 就是在习对习的身体防护方面 当然有防毒杀这一项 而且与曾益欣的工作也有关 习在这方面的表现 他说之前包括公众会议上 主席台上只有他想都有两个插杯 这是咱们这个节目又会发 也是第一时间报道的 是吧 他就做了两个插杯 啥原因 一个是水 症伤水 另一个是药 他有很慢性病 我当时推测他脑血管有病 他跟他服务这种 著名的中医专家向他介绍的药 中医学生力 有很多药疾病 西医认为不可逆转 只有中医能治 你比如说萎缩性炎 萎缩性炎 萎缩性炎 中医医院的药红包 他就是能治疗 他就变症加紧 用症药 我为什么讲这么详细 他给我治过 我年轻是瘦的不像样 给过这个病 尝尝皮划症 也害怕得胃癌 瘦的不像样快死了 自己也担心 但是有了便利条件 就认识何先生 他就治好了 不要怕 什么不可逆转 中医都能治疗 他有祖传秘方 是吧 你看他就把治好送进医院 但是那个人特有境界 从没想过赚钱 所以他那些房就给他的徒弟了 他现在徒弟在大连石道街 南石道街开个诊所 赚的是一大笔钱 那小兄弟我还熟悉 长得挺潇洒的 他赚了钱了 开了医院 他给他师父的房 全都拿到他这来了 是吧 他师父这一生 不能说穷困撂倒饭 比较轻疲 就那么一套房 过世以后 据说他的家人 生活并不宽裕 但愿他的徒弟 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都帮助他师父 是吧 你要那么多的钱干嘛 帮助你师父 算是吧 不过他对我挺好 2006年我释放以后 他几乎天天来替我吃饭 因为他知道 我和他师父好 关系好 我在那个 新发社办了个六号杂志 我发表一篇文章 就其中讲的这个报道 图文并貌 你们可以看 何鸿邦 过世了 这老先生真正好 他给我治好了 就是这么讲吧 非常感谢他 就是忠于我相信 有些秘方 那习近平这么高级别 那更是全国各地的秘方 都其实向他寄中 是不是 如果有一天他倒下 那证明什么呢 实在是 谁都是无理会天的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这十年做的负面是太多了 你要做好事 就像我老家一样 是吧 现在每天蹦高跳 今天又游了一千多米 你想想 还做这么多的节目 这个做法就气场了 是吧 我已经发表了上万个视频了 我自己都有点惊讶 就胡说八道了多少个小时 是吧 既浪费了自己的世界 也浪费了你们的时间 不过有的时候也没浪费 没浪费 是吧 你包括咱们也是第一个 就是平易的讲的这两个场 你不信往前翻吧 咱们同步的 好多好多都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里 读报点评第一场 就新闻终述里面讲的 对不对 你包括这次针对邓普方余政生 这个这个线索 以后你看吧 是不是啊 这就折射了 习近平在南非这个期间 搞事当中其中有人是推轮椅 是不是啊 就非常有意思啊 回到这个课题 也就习近平出访的时候 带上什么成套的插具和插杯 不用习近平账了这个事啊 安排 菜里面本是为了拍马屁 那想的保证是无微不至 是吧 怎么弄繁琐细致 怎么体验的忠诚怎么干啊 反正国家的民旨命高 实际的混合 一定是这样的啊 据说上南非这次 花了不少钱呢 走的也不可能带走了 很多东西都丢在那边 是吧 只把习近平那些 涉及到所谓的身体 这个生命秘密的动作带走 包括每天的排的粪便 尿骨就都带回来了 怕落到这个 这个其他国家手里啊 这也是有情可怜 普京也是 可能拜登也是啊 这边文章介绍说 曾益欣其实对外 还有一个设计领导人健康的外形功能 我用的非常少 说去年中共搞冬天清零防疫 强推国产疫苗期间 增议星期二三号在新法会上宣称 限制党和国家的疫苗 都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 都是国产疫苗 这肯定撒谎了 不可能 他早早就用上了 这个美国加拿大的好的疫苗 是吧 贵略也什么的 他才不可能用国产的 我跟你讲 你这个被人的胡扯 他蛮够的谎言 这个都可以想象 他用国产他早感染 是吧 说对一贯领导人身体状况 为亲密的中共而言 此番突然首次公开领导人 打疫苗的情况真的很诡异 他真正是同步 您要到现场直播 在嘎吧 您的蔡英文是现场直播 对吧 他说当时网民们质疑 武汉19年底爆发疫情之间 时间过去两年半 2020年上半年 中共就向世界宣告 国产疫苗实验成功 党民二年报道称 截止3月24号 全国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的32亿 4359.9万剂 覆盖面占90.47% 但中共几个领导人 却这样玩 才完成接种疫苗 就人家质疑这个事 连打疫苗都无法提供记录 中共高层无法去听人民 他完全是 就是说 他讲的话 为了人民人民市场都是火源 就一条吧 从美国飞往北京的飞机 是吧 要落我们大连 然后再落到北京 就这一条 就意思先把病毒 实验一把传给大连人 然后再回北京 就这一条 你能说你代表人民 怎么大连人人民的生命不重要 是吧 是吧 在那个红太街那个地方 有个酒店 据说 所有的航班先在那待个15天 也就是说先把病毒实验一下 有没有 干净了 再去北京 这本身就显示什么 显示这个政权力 这个特权 思想 是吧 撒谎每天 说中共领导人的健康状态 状况历来被列为国家疾病 一旦公开可能是变天之时 说习近平三任期 虽然党政军权力空前击中 但中共政权危机同步加剧 近半年来在经济下行自己 军队外交系统持续动荡 与此同时高层信息封锁更别严密 他讲一个对比 他说早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之前 因为他是内定的激任最高领导人 连续12天没有公开录名 这个时候主要是 他外界传出一种名 其实不是他闹情绪了 因为当时有一派提往他上来 后来他就故意 这个啊 不倾欲众 故意演这场戏 假装我不干 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个他很会玩这一套 这胡锦涛当时没看透的 或者胡锦涛也没有玩 因为中共政权就是这样 他只能选择这样一个末代皇帝 末代昏君也很正常 架速这个体制的崩盘 是吧 所谈在的时候 人就说他患肝肿瘤手术 后来不了了 这就是假消息啊 其实他没有患那么严重的疾病 我认为他主要是脑血管疾病 年纪大了 等天喝酒 我再次过去吃喝玩的这套东西 这家年纪大的 这个血管里的杂质太多了 就像我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下水道 东东堵了是吧 那里边什么都脏东西 你想咱这医生 带了不少回事能不堵吗 就包括老江一样 爱吃鱼面下馅 是吧 螃蟹吃了多少 螃蟹这个家族不哼着吗 哼你的时候他诅咒你 你的血管肯定堵了 不很正常吗 所以为什么呢 我每天喝杯红酒 呼酒又把那个微习血管打开了 也就等于你找了个水脑工 在那清早清早下水道 红一头下水道是吧 不管怎么捅 中一台就裂了 是吧 他是脑血管的病人类啊 不是很严重 但是可能影响他身体的 这个行动 压迫神经了啊 所以走路 你看他这个脚 像磕脚牙摇摇摇摇摇 那就是因为下水道多了 脏动也太多了 这四年干的坏事太多了 是吧 我认为和这有关系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 他说 据18年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有一个命理学家 叫邱志伟说的 习近平73岁以后啊 转孙孕了 身体会渐渐变差 心脏血管眼睛发生问题 他说22年夏天 中共北来的会议前呢 正当二十大决定习近平连任的正确敏感的时候 有关喜欢用脑流的消息 首先从外面放出 这也都是假消息 也为了点击力 或者是为了这个 误导了 这个有一些人啊 倒不一定是自媒体自己扁的 那就是 什么有小道消息的 国内有来源的 来源给你肯定就有真有假 要斗给你真的 人就给你戴上间谍特务的帽子 要给你夹你不大脸 是吧 他就有的是给你 根据政治需要 从外界 你像这个陈文青这会儿 王晓鸿这会儿 这会儿 宗赵就是搞这些名堂 是不是啊 今天给这个送一点真的 在那个送点假的 搞来搞去 主要是为了搅毁损 舆论先行吗 他很重的这个事 这篇文章讲 类似的说法 早在2020月底 就在海外 这些社交媒体奉传 故此 这些因此谣传 是反习势力游易方向 也可能是保习势力故意误导 属于内斗的一步棋 说但习近平选定的寓意 增益新的专业背景 容易使联想习的身体如何 似乎偏向肿瘤内疾病 这个按照常理就是 像这个年龄 他肯定找一个寓意 懂肿瘤的方向 防止他得成绝症 因为肿瘤现实于绝症了 问得盖 癌中之王 找谁没用 你就当死 他怕症 怕个提前量 他在菜鸟给他选 预医之前可能就去全国海水 一个正常可靠 第二 总流方面必须是大拿 是不是 可能就这样 他可能不是一个医生 我估计他是一群医生 他是领先 这习近平目前这个铺摆的 我估计他上百个医疗团队都是他的 恨不得他能活一万年 但是这些东西无力回天 毛泽东都是典型 是不是 该死还得一样死 如果人都不死 这个地球不早 是罗上罗了 压成山 对积如山 是吧 正常人到咱们的年龄以后 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是吧 今天中午在沙巴上睡着了 醒了 我又当时想 诶 这要是如果自己睡过去 这不是就完蛋了吗 诶 所以还得多做几个节目 踩一看 是不是 踩一场 转一场 是不是 曾一新曾任中山大学 也叫肿瘤防治中心主任 华南肿瘤国家重点事业主任 接任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癌症杂负别 这是可能专业人 你都知道他 然后这篇文章就分析 说今些年 习近平已经多次身体异常 有舞台表现 腿脚不变 网传他也喝酒 所以腿痛 痛风的毛骨 说有关习喝酒 其实网上流传着茅台酒报的气质 不绝 05年6月30号发片报道 当时这篇文章斯给他吹牛皮 现在变成罪证了 是吧 也不是什么罪证 就是有缺点的 这也很正常的 其实看着这个 倒是觉得他是个一般的人 并不是什么圣人 也不是什么伟人 就是普通人 和咱们一样 男人 男人有的好色 有的好酒 有的好玩 各种人都体会有特点 好酒可能还好一点 是吧 说标题是浙江省委书记 接见这个季克良 原人国一行 那时候是吹牛 是吧 有些人想借机吹捧自己 才和习近平唱歌喝过小酒 是吧 6月20号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西平 在西湖郭军院 郭军馆接见兵 宴请了茅台集团高层 季克良和原人国 习亲口说 他一直非常喜欢喝茅台集团 他以前讲这些事都是真实的 包括他讲靠麦子这事是吹牛皮 他讲了好多事 你看以前他没上来以后见到记者 他是点头喊嚼 有些人和他解锁过 然后听听这些人讲 那时候他对记者看好 有一个朋友 不用他连让那个人介绍他认识 那个人民日报的某某人 要跟你讲了 因为那个大哥 还是比较好的人这么讲 人过世了 咱就不要讲的太多 我是讲什么这个习近平 随着权力的盘升 开始变得就伪善 这倒是真的 这里他讲自己承认他每一天喝一个茅台 而且他喝好茅台 他特别好奇我 这也是没什么 那我老家也想喝茅台 可惜我这 你不能说在这没喝过也喝过 就不像他这么喝这么多 这算拿着整这么多肉 什么样条件才能一天喝一瓶 习近平的腐败 胜过一般的社会书记 这么讲 说吕奥的知名学者 袁洪斌当年被吹牛皮 六月曾在一个媒体当中 讲他1980年代和习近平在大学 他在北京大学任教 那时候习近平还没上来 就愿意和他拉个关系 有八个月时间他们是久友 现在我比较相信这个故事了 可能袁洪斌多少一点夸张 但是大体上 就习近平那时候也想 善善袁洪斌感的人 是吧 因为习近平都没有文化了 习近平虽然没有文化 他挺愿意和文化人交往 这确实爱和作家 诗人啊 什么书画家 画家 错误了 是吧 也想训训 有点这个叫浮庸风雅 是这么个人 是吧 酒色双全 这么种人 这确实老子最漂亮 酒子喝最多的 有关系的痛风 竟是人们从这些迹象 查到一种可能 19年法律官法国身体两边改动 如果疲劳的话就很难了 两脚步伐不平衡 动作有点声音 同年六月参加俄罗斯举办的经济论坛 在离场市 当初两位 插在一头栽在地下 这个信号保安保镖 一个高跳过去给他救驾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 习近平二十年9月14号 访问哈斯克斯坦 下飞机的时候 差点在阶梯上隧道 这个咱们讲过 也是 你往回翻吧 是吧 说是及时抓住了护兰 今年8月2号 21号 到达南非 约翰内斯堡机场的时候 你刚才持续盯着地 心想别隧道 别隧道 是吧 反复的背 还不好意思 提交别人擦肥下来 是吧 说出 不处机场室 亮亮抢天 不法摇摆 说央视画面 刻意减去他艰难的下楼梯的情景 这个黎叔丽可能亲自审查完了 别这段删掉 发来不太好 被影响领袖的形象 说习近平的心病 说在逼者看来 习近平除了身体上 不变公开的病 还有难以释怀的心病 什么病呢 据说习近平骨子里非常相信古代的预言 知道也是啊 他挺迷信的 一些是拜佛 烧香拜佛 害怕 就是推背图预测的 就是宫廷政变 就是啊 为什么张有霞 他开始怀疑了 就姓张 为什么刘昭 就是金子旁 是吧 力道 他害怕 这到底有一定道理 就应该不太想 再就是啊 后宫的猛 使他更害怕 是吧 暗杀的预言应验 他会死于这场 所以呢 西处访汪汪汪弄 弄的动静很大 你看这次到杭州 又搞了鸡飞狗跳的 是吧 就是成为国际上调侃的对象了 说在宗呢 正在打的这场 西平保卫战当中 无论身体的日常保健 还是防毒害 毒杀 增益心 都是关键的 或许这就是他获得重用 连续升持升官的原因 之一啊 但愿有一天 中国发生动荡以后 这个增益心能跑出来 说像李热水一样写一本书 能讲讲习近平这些小故事 是吧 那估计肯定有卖点 问题是 只要习近平活着 增益心是变强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这个人也怪 就生死有病富贵这一天哪 你从哪一步谁也不知道 是吧 连习近平这个政权 我发现呢 如果没有和美国就是发生军事冲突啊 就是没有战争的话 他可能就得像毛泽东这样 一直靠到死 是吧 有一天 就有点类似像毛泽东的斯大利 斯大利 斯大利不就是什么 谁都不敢就是挑战斯大利 整天就是 倒掉了很多人 是吧 最后死的时候 也是一头捅到地 以后他房间谁也不敢进 他随身藏了个枪 你要进了以后 不进了允许他就开枪了 所以那个 据说喝了小后 他趴在窗上看 不动一声睡在地 躺在地 不动了 谁都不敢进 警卫也不敢进 进啪他开枪了 然后呢 这个喝了小后就心想 很快等头死了 这个喝了小后也会 就希望他早点死一看 估计是真死了 那进去我才把他扶起来 扶这个 喝了小后心想 我终于有一天 可以就是继任了 是吧 就没想到 人家这个 后来就是说 据说贝利亚进来 是吧 是贝利亚 我看那个斯大林撞 是真的假的 都打这个如意算盘 就像这个斯大林死了 他们好像好胜利 就没想到 第一个就把这个贝利亚杀了 是吧 连法律程序都不走 直接逼了 这个挺有意思的 是吧 我就看看那些情节 我都忘了啊 其实我是讲的 这种独裁者 这个到了晚年 他们虽然可以躲过一次又一次 就是别人精心设计的 这个暗杀也好 还是这个 就其他些名堂也好 但是都躲不过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就人的声音是有限行的 是吧 无论是对任何人都一样 什么金山 银山到最后的荒山 什么金兵 银北最后都是墓碑 总有一天 你讲杀手人 到那一天 所以如果你是当官的话 你发现那些滔天的罪行 那些 成长下来的年轻人 要和你清算 这也是很一样 绝对是逃不掉的 这是挺公平的 所以这个生命有限性 你每天想一想 总有一天 你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你要多做好事 是吧 这谢一平超傻 就在整天瞎忙什么 你都这个年龄了 还打他打什么台湾 你就想一想 这十年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反复纠正 对吧 弥补一下 然后给自己这个追随者 九千万党员 给留下一个好的出路 这个这个 蒋经国不就是 开放党金报警 实行什么 转型正一点 就转型了 革命转型 要不你说哪有国民党 你满营就算啥 你早就要你灌到这个 就国民党这些很多的人 就是搞这些文字欲 早给你灌到绿岛监狱 就是说是 心亏转型了 现在国民党还存在 民进党存在 然后政党问题 这多好 说习近平 这实在是无语啊 不知道是没有办法 他可能也不知道 蒋经国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 吃的是蒋介石的儿子 是吧 其他他也不知道 因为这一代人都洗脑洗的 这么讲吧 就是无知才能无为啊 一直就是走着回头路走到今天 已经无路可走 走投无路 还继续往徐亚峭壁上撞 我现在正在行中穷得瑟 已经不知道 就国家到了这个 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了 好 谢谢 明天见